Hello 大家好 我是Alvin 收到很多查詢 大家對E-Link的樓盤是非常有興趣的 但那邊的樓盤也不太多 所以今天就來到Handwell Handwell其實距離E-Link Broadway 只是兩個站的路程 如果你開車都是大概5分鐘左右就可以去到 這裡首先最吸引的地方就是 有一個Handwell Station 其實去HIVO Airport都是15分鐘 而你出回到倫敦的市中心 大概20分鐘左右就可以去到 而且Handwell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校區 在這個站附近已經有2間Outstanding學校 以及3間Good學校給大家選擇 事不宜遲大家一起去看看Handwell這個樓盤 剛才我在Handwell走到這個樓盤 大概都是用了7分鐘的時間 大家知不知道其實在Ball of E-Link 裡面有超過100個大大小小的公園 只是在Handwell附近 附近其實已經有兩個大型的公園 分別就是Wall One Farm Nature Reserve 和Handwell Zoo 還有這裡的租金回顧率也是非常高的 是有超過5% 一個房間可以租到1800磅至1900磅 一個月 一個房間可以租到2100磅至2200磅 一個月 而我們這個樓盤走路10分鐘之內 就已經有兩間Outstanding學校 以及三間Good學校 最後就是這裡最吸引的賣點之一 就是Elizabeth Line 我們在Handwell出發的話 4分鐘就可以去到E-Link Broadway 10分鐘就可以去到希斯路機場 15分鐘去到Peddington 25分鐘就可以去到市中心的Bond Street 所以Handwell是很值得推薦的地方 今天帶大家看的樓盤 其實名字是Handwell Square 一共會提供234套單位 而我們Phase 1就在這個位置 其實大部分已經全部完成了 暫時還有15套現樓的單位 可以給大家選擇 分別就有一房和兩房 面積是538呎至924呎 售價是415,000磅 而如果你想找樓花 其實這邊就是它的下一期 預計會在2024年的Summer時間會員工 主要來說就是兩房 一共有110套 我們在說這邊景觀會比較開陽 五樓或以上都可以看到一個非常開陽的景觀 因為旁邊的房子都是排屋 只是說兩、三層 現在就馬上帶大家看一個Handwell Square的兩房間樓單位 這個單位的面積是有845呎 而售價是592,500磅 我們一進來就會看到我們廚房、客飯廳的位置 左邊就會有一個露台 我們可以看到客飯廳相當分明 廚房裡所有電器都已經做好了 還有一個微波爐 還有一個微波爐 然後我們就來看看客廳 客廳是做了鏡櫃 有充足的儲物空間 然後我們就來到客廳 客廳是可以三邊下床 然後我們就來看看主人的房間 首先左手部部的土廚 一個竿 Pig 然後兩個竿 Pig 放入冰箱